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拽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1781年10月 约克人士战役 以美法联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7000名英军放下了武器 英国失去了对北美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只能归缩在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里 当消息传到伦敦 英国首相诺斯勋爵叹息说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并不服气 他还想继续打下去 可是英国议会不想再打了 六年的战争让英国的工商业损失惨重 商人们纷纷地游说议会 希望可以和北美沿河 1782年3月 诺斯内阁垮台 罗金汉勋爵继任了首相 查尔斯福克斯出任外交大臣 西尔本勋爵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 这些人都是亲美派 和平已经不是悬念了 1782年 北美英军总司令克林顿将军被召回了伦敦 加拿大总督卡尔顿将军继任英军总司令 英军的主帅是换了一个又一个 但是形势却一天不如一天 弗兰克林当时就说 我们派了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主上阵 把你们最好的将军一个一个的送回了家 但是在1782年 谁也没有意识到战争真的会结束 毕竟英国在北美还有三万人马 超过了大陆军和法军的总和 战争让英国很难受 但美国和法国更难受 法国的财政已经陷入危机 美利坚邦连议会 也就是大陆会议 基本上已经破产 美国各州这时候只剩一口气了 只不过是强撑着吧 可是谈判还是云里雾里 谁也搞不清英王乔治三世 到底是怎么想的 华盛顿这个时候 觉得简直快熬不下去了 大陆军的士兵衣衫褂褛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多拖一天就多一份灾难 怎么才能谈判桌上 逼着乔治三世早点就范呢 华盛顿居然想了一个很损的招 绑架正在纽约的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是乔治三世的幼子 特别喜欢航海 一直在皇家海军服役 他的军团正好被派到了北美 驻扎在纽约 威廉王子的性格很好 平易近人 每天都很开心 经常一个人在纽约的大街上逛 并没有专人保护 谁也没想着要打他的主意 1782年3月28日 华盛顿亲自签发了首令 命令行动小组 趁着夜色潜入曼哈顿 绑架威廉王子 他同时也严令 得手之后要善待王子 因为行动的目的不是虐待王子 而是要要挟国王 可是呢 当天晚上因为天气原因 和小组成员行动不力 绑架并没有成功 英军有了防备 华盛顿也就失去了机会 50多年后 美国驻英公使 把华盛顿亲密签名的这份命令 呈给了英王威廉四世 也就是当年的威廉王子 威廉四世看了之后幽默地说 我非常感谢华盛顿将军的人道主义原则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他没有得逞 威廉四世对美国非常友善 他对美国公使说 我很遗憾不能身为自由独立的美国人 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敬意 因为它产生了华盛顿 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那么英美谈判 为什么如此的旷日持久呢 主要是内部外部一起扯皮的结果 美国邦联议会 公派了五位代表参加谈判 这五位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第一位是本杰明·弗兰克林 第二位是约翰·亚朗斯 第三位是亨利·劳伦斯 第四位是约翰·杰伊 第五位就是托马斯·杰斐逊 弗兰克林是驻法公使 所以他人已经在巴黎 亚朗斯是驻荷兰特使 此时正在阿姆斯特丹 和荷兰商人谈贷款的事情 劳伦斯是大楼会议前主席 后来受大楼会议的委托 出手欧洲 他的船被英国皇家海军截获 乘了俘虏 被关在了伦敦塔 一直到约克镇战役之后 美国采用康沃利斯 换回了劳伦斯 此时劳伦斯还在伦敦休养 他的身体在被关押期间 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那么杰伊也曾经是大楼会议主席 当时任住西班牙特使 正在马德里跟西班牙谈判 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巴黎 杰斐逊的妻子Masha握兵在床 杰斐逊报定了妻子在 不远游的宗旨 拒绝了大楼会议的任命 也就是说五个人的代表团 目前只有弗兰克林一个人在场 法国人倒是很高兴 他们最喜欢弗兰克林 最好其他人永远不来才好 法国在独立战争中鞠躬至尾 没有他的帮助 美国可能要拖上十年八年 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大楼会议也对法国感激涕零 给代表团的成员下了一个 在我们看来丧权辱国的命令 那就是美国代表 必须听从法国外调大臣弗迪尼斯伯爵的指示 在没有法国同意的情况下 代表们不得和英国签订任何的条约 大楼会议这么做 也是为了遵守1778年的美法联盟条约 那个条约规定 美国不能够单独与英国递约 法国这几年的忙不可能白帮 他有资格从中捞上一笔 而他的盟友西班牙也要从中捞一笔 因为西班牙在法国之后 在1779年加入了对英战争 还有一个国家就是荷兰 他也在约克镇战役之后 宣布承认美国的独立 所以1782年 当英国代表来到巴黎 他面对的是美法西和四国 这是一场国际的分藏会议 那么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都会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 1782年4月 各方的非正式会谈开始了 因为美国其他代表没有到 弗兰克林只能先独自面对这几个国家 幸运的是 英国首席代表理查德·奥斯巴尔德 是弗兰克林的老朋友 年纪比弗兰克林还大 他对北美一向非常友善 特别有诚意 他此行除了缔约之外 还想削弱或者瓦解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 所以呢 他见到弗兰克林之后 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咱们俩先直接谈 先不让其他几个参加进来 特别是不能让法国卷入其中 他对弗兰克林说 法国根本不关心美国的独立 他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么英美单独谈判非常简单 可如果法国插进来 和谈就会旷日持久 一旦形势发生变化 英国将不再考虑承认美国独立 也将解除民间欠美国人债务 用省下来的钱继续打仗 看谁耗得过谁 奥斯巴尔德说的没有错 英美单独谈判符合双方的利益 这种事情参加的人越多越乱 当时法国的主张是 英法应该先谈 谈拢了之后再跟美国谈 弗兰克林虽然想跟英国直接谈 但是他不得不拒绝了奥斯巴尔德 因为有大陆会议的明确指示 再一个呢 他对法国和弗吉尼斯本人也心怀感激 他相信法国的善意 他对奥斯巴尔德说 即使法国援助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们也愿意还这个情 而且在还完之后依然感谢他 我不能撇开盟友和你谈谈 至于美国的独立 早在1776年就已经决定了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至于你说想赖掉欠美国人的钱 你可以试一试 我不信一个以商业立国的国家 会如此践踏自己的信誉 那么碰上老谋深算的弗兰克林 奥斯巴尔德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后来再次提出英美单独谈 又被拒绝 眼看着一个多月过去了 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弗兰克林他也很着急 他明白就是因为法国在中间 才会让谈判变得这么艰难 他必须想办法把法国排除在外 他热爱感激法国 但是在美国利益和美法友谊之间 他会毫无犹豫的选择美国利益 怎么才能既和英国谈判 又不得罪法国呢 弗兰克林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他去找弗兵尼斯 他说我们非常感谢法国这么多年 对我们的帮助 如今胜利在望 为了加快谈判的速度 您能不能允许我们和英国先接触一下 我们不管谈什么都会向您报备 弗兰克林签攻的态度就赢得了弗兵尼斯的慷慨 他说没问题 我们无意替美国谈判 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但不要背着我们缔约 接着呢弗兰克林就来找奥斯瓦尔德 他说你不是老想单独谈吗 看在朋友的情分上 我勉为其难 但有三个条件 第一 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而不是谈判的内容 也就是说独立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其余的都免了 第二 英国要赔偿美国的战争损失 第三 英国割让加拿大给美国 当时的加拿大主要是魁北克省 也就是今天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魁北克多伦多地区 外加俄海俄河谷 奥斯瓦尔德一听 弗兰克林这是狮子大张口 让你们独立就不错了 还割地赔款 所以奥斯瓦尔德的回答是 独立的事情好说 其他两条需要慢慢谈 实际上弗兰克林也没指望奥斯瓦尔德 一下子答应所有的条件 英国能做到第一条 这就是美国的胜利了 把独立作为先决的条件 排除在谈判内容之外 断了英国以此为诱饵 获取其他利益的念头 谈判还没有开始 谈判的最主要目标就已经达成了 谈判刚出现转机 弗兰克林就病了 事情又拖了下来 1782年6月 杰伊终于从西班牙赶到了巴黎 主导下一阶段的谈判 和老谋深算的弗兰克林比起来 年仅38岁的杰伊 在外交上属于出生牛犊 但是在美国政坛 他是重量级的选手 他是未来联邦首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美国宪法的重要权势人 他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 美国最重要的七位国父之一 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杰伊的名字比较陌生 但是他对美国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 2045年12月 杰伊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富商家庭 他的父亲是法国人 母亲是荷兰人 爷爷是法国的新教徒 为了躲避宗教迫害 带着全家移民到了新大陆 在纽约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杰伊的外祖父 曾经两任纽约市市长 是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 杰伊15岁 进国王学院读书 毕业之后成为律师 在国王学院 他结识了其他几位 后来成为国父的领袖 比如罗伯特·利文斯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74年 杰伊和新泽西州的州长 威廉·利文斯顿的漂亮女儿 萨拉·利文斯顿结婚 这一年杰伊28岁 萨拉17岁 杰伊从抗税风潮的时候 就积极投入到反应斗争 最早组织纽约的通讯委员会 还作为纽约的代表 参加了第一次大陆会议 1778年12月 杰伊当选为大陆会议主席 1779年9月 他又被任命为驻西班牙特使 他和他的夫人萨拉 把年幼的长子托给亲戚照了 夫妻俩一起远赴欧洲 当时西班牙虽然作为法国的盟友参战 但却并没有承认美国的独立 所以杰伊夫妇备受冷落 直到约克镇大劫之后 西班牙对美国的态度才好转 开始和杰伊谈判商贸条约 杰伊是把西班牙那边的事物处理完之后 才来到了巴黎 在短短几年的外交生涯中 杰伊把欧洲人的真面目看清了 他坚信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 只有利益 他恨英国 恨西班牙 自然也不信任法国 他不像弗兰克林那样 喜欢转弯抹角的 耍外交政治手腕 杰伊更喜欢的是 明白无误的直奔主题 杰伊对大陆会议的指示不以为然 我们美国的命运凭什么要由法国人来主宰 所以从一开始 他就决定背着法国和英国密谈 他连招呼都不想跟弗迪尼斯打 那么杰伊对法国的这种强硬态度 就引起了他和弗兰克林的激烈争吵 弗兰克林认为 美法联盟至关重要 即使不告诉法国所有的谈判内容 但基本的礼貌还是应该维持 一些不太敏感的话题是应该让法国知道 但是杰伊说 法国在他自己和西班牙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 不会让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的 他认为弗兰克林对法国的认识太天真了 他甚至觉得弗兰克林爱法国超过了爱美国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 杰伊对法国的判断基本正确 弗迪尼斯派密使去英国 说法国并不支持美国所有的要求 如果英国把新大陆的利益让给法国和西班牙 法国可以考虑向美国施压 让他后退半步 但是杰伊也低估了弗兰克林对法国的忠诚 在后面的谈判中 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和弗兰克林一样 杰伊认为独立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他发现英国议会给奥斯巴尔德的官方指示上写着 奥斯巴尔德此行是与北美殖民地谈判 他立刻告诉奥斯巴尔德 你的文件上必须写清楚 英国是在与美利坚合众国谈判 否则我们就不用谈了 奥斯巴尔德说 这不就是个形式吗 何至于较真 杰伊说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 奥斯巴尔德只好派人回去找议会 重新发了一份文件 这就相当于英国已经承认美国独立了 1782年10月5日 奥斯巴尔德换好了文书 杰伊和弗兰克林都满意了 英美和谈正式开始 可是没几天一个消息就传来 英国皇家海军在西印度群岛 大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连那位在约克镇大节中出尽风头的 法国海军上将格拉斯都称了俘虏 而英国新首相西尔本勋爵 派了另外一位代表 亨利·斯特雷奇 来给奥斯巴尔德助阵 英国代表们似乎强硬了起来 就在斯特雷奇到达巴黎的同时 美国的另一位代表也到了 这就是约翰·亚当斯 亚当斯增强了美国代表团的阵容 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和富兰克林不合